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荒岛第99集,阿虎看着我说道,鬼影杀手的位置那么隐蔽,也许望星塔会有办法把鬼影杀手的老窝给找出来。 我听了阿虎的话,看着阿虎祈祷,望星塔。那是什么地方? 阿虎看着我说道,磊哥,您平时来摩都这边比较少,摩都这里有个华夏最大的黑客联盟,那个黑客联盟就叫望星塔,那地方就在摩都北边的郊区。 那幢建筑虽然只有九层,但是华夏和周边国家的一些顶级黑客都在那幢建筑里。 不过望星塔对进出那里的客人有严格的要求,很多华夏和摩都的土豪子弟都经常在那里玩,望星塔的背景非常的大,听说跟华夏的军方都有联系。 我听了阿虎的话,看着阿虎问道,这个望星塔还挺牛叉的,他们对客人的身份还有要求。 阿虎看着我点头说道,其实很多豪门子弟并不是什么黑客,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去望星塔那里玩,他们为的就是一个攀比。 望星塔对客人的身份有着严格的要求,客人每年都要缴纳巨额的会费,客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和财富可以去对应的楼层。 每上一层,对客人的要求就越高。 我听了阿虎的话,看着阿虎祈祷,阿虎,那你们刘迦能上望星塔的几层? 阿虎轻叹了口气,望星塔一共有九层,我们刘迦最多也只能进入四层,军歌不想过多暴露我们刘迦的实力,所以我们才。 我看着阿虎说道,阿虎,你小子别,吕翘吹琛耍,鲁灰顺逆,续翘中告腿,翘,抢翼。 纯翅一荒山穿配欧压七八笔直木贤逊,雷损畜。 阿虎看着我说道,雷哥,那咱们现在就走。 我跟阿虎直接出了别墅,我俩钻进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里,阿虎一轰油门,车子就快速地冲了出去。 阿虎以前经常来摩都这边,所以他对摩都的道路情况非常的熟悉。 阿虎不停地开着车绕来绕去,一个小时后,阿虎把车停到了一个建筑物前面的停车场里。 我推开车门下了车,我站在那里朝那个建筑物看去,只见那个建筑物只有九层高。 但是那幢建筑物看起来非常的特殊,那幢建筑物的外观看起来有点像一个中世纪的碉堡。 那幢建筑的楼顶上有两根交叉的利剑,那两根利剑非常的尖锐,那两根利剑的剑尖直接指向了天空。 阿虎见我看那两把利剑,他站在那里跟我解释道, 磊哥,这里是华夏最牛逼的黑客联盟所在地,所以,这里可以直接跟卫星联络。 那两根剑尖实际上是两根光缆,只要需要,那两根光缆可以接入米国的间谍卫星, 获取第一手的资讯资料。 不过米国那方面的人也会反击黑客联盟, 所以,望星塔这边一般不会主动接入米国的卫星。 当然了,有时候,米国人对这些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望星塔不去攻击米国人,偶尔找米国借点数据,米国人也装作不知道。 我听了阿虎的话,心中暗道,果然是各行有各行的门道, 老子对黑客这些东西就不太懂,既然今天来到了望星塔, 那老子等会说什么得想办法从这里找到鬼影杀手的老巢。 他妈的,老子恨不得现在就把鬼影杀手给灭了。 阿虎看着我解释道, 对了雷哥,我还有件事忘记给你说了, 望星塔里还有个规矩,您进入望星塔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塔里的规矩。 我听了阿虎的话,看着阿虎祈祷,这个望星塔还真够麻烦的, 望星塔里的规矩是什么? 阿虎看着我说道,望星塔里出入的土豪和权贵子弟比较多, 望星塔为了那些子弟的安全,因此,星主定下了规矩, 任何人都不能在这里动手,要不然就会被直接逐出望星塔。 我看着阿虎祈祷,星主。 阿虎看着我急忙解释,星主就是望星塔的主人, 如果得罪了星主,轻则被逐出望星塔,永远不得进入。 重则会受到望星塔主人的惩罚。 我听了阿虎的话,马上就明白了, 望星塔这里算是华夏权贵云集的一个地方, 无数的人想攀附那些权贵, 因此,如果被逐出了望星塔, 那就等于失去了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一步登天的机会。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阿虎说道, 行,我到里面会控制自己的, 尽量不动手。 阿虎听了我的话, 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他知道我的脾气, 我要是脾气上来了, 刘军也拿我没有办法。 阿虎没有在说什么, 他直接带着我就朝望星塔内走去。 我跟在阿虎的身后, 我一边走一边心里暗倒, 麻痹的, 这个星竹可真能装逼, 他的朴摆得可真大, 老子反正不想搞什么一步登天, 老子今天来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把鬼影杀手的老巢找到, 只要能找到鬼影杀手的老巢, 老子才不管他娘的什么规矩不规矩, 只要老子能找到鬼影杀手的老巢, 老子不介意拆了这个望星楼。 阿虎走到门口之后, 他从身上掏出了一张会员卡, 门口的几个安保人员 扫了一下阿虎的会员卡, 那几个安保人员看着阿虎说道, 虎哥, 你们刘家最高只能到达望星楼的四层, 阿虎看着那些安保人员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又不是第一次来。 阿虎说完, 他就朝前走去, 那些安保人员看我和阿虎是一起的, 他们并没有拦我。 我跟着阿虎朝前走了一会, 就看到了一楼的场景, 一楼那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网卡, 那里面搞了很多精美的隔断, 每个隔断里都有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玩电脑, 那些人有的在打游戏, 有的在玩网页,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就跟在普通的网吧里没有什么不同。 一楼大厅大概有两百多个隔断, 每个隔断都有两个美女专门负责, 那些美女不停地把水果和饮料送到隔断里, 那些玩游戏的人一边玩着游戏一边吃着水果, 那些人的表情看起来很是惬意。 我看着阿虎说道, 阿虎, 这里看起来就跟网吧一样, 似乎跟外面的网吧没有什么区别啊。 阿虎看着我笑道, 磊哥, 这个望星塔是华夏黑客联盟的所在地, 所以, 这里最多的就是电脑, 那些黑客很多都是先接触游戏, 然后才转变成黑客的, 所以, 望星塔这里就跟外面的网吧差不多。 不过这里更讲究人性化, 在这里, 游戏者是最牛逼的, 每个来这里玩游戏的人身边都有好几个美女伺候, 这里是电脑爱好者的天堂。 我听了阿虎的话, 先说这个望星塔倒有点意思, 在这里, 美女反而成了摆设, 美女还不如电脑上的游戏来得有意思。 阿虎看着我说道, 磊哥, 咱们去楼上看看。 我跟着阿虎, 就朝楼上走去, 二楼和一楼的环境差不多, 只不过二楼布置得更加的奢华。 二楼铺了厚厚的地摊, 二楼和一楼的面积一样大, 但是在二楼只有一百多个隔断, 那里只有一百多个人在玩电脑, 但是每个隔断的外面都占了四个美女, 那些美女也比一楼的美女要好看得多。 我跟阿虎继续朝上走去, 三楼和四楼都跟一楼的情况差不多, 只不过, 四楼的隔断更少了, 到了四楼, 就只有三十多个隔断了, 那些隔断都被人给站住了。 我跟阿虎在那里转了一圈,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隔断, 我俩刚坐到那里, 附近的八个美女马上就走了过来, 那八个美女一个个都前凸后翘的, 她们都穿着比基尼, 一个个看起来非常的性感。 那八个美女见我们坐到了隔断里面, 她们就开始不停地给我们倒茶, 喂水果, 那些美女都受过培训, 这个美女刚给我们喂完水果, 另外的美女就把茶水递了过来。 我还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我坐在那里心中暗倒, 麻痹的,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好, 出来玩个游戏, 还有这么多美女伺候。 我坐在那里, 一边吃着美女送过来的水果, 一边暗自琢磨, 他妈的, 老子得想个办法, 把正事给办了, 我怎么才能让那些黑客为我服务, 把鬼影杀手的老窝给挖出来呢? 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你们两个土包子, 赶紧给老子滚, 老子马上要玩游戏。 那个人的声音, 听起来非常的嚣张和霸道, 我抬起头朝那人看了一眼, 发现我们隔断外面站了两个人, 那两个人都挺了个大肚子, 只不过, 一个是鱼泡眼, 一个是地包天。 鱼泡眼站在那里看了我们一眼, 他见我们并没有起身,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更生气了, 他看着我们吼道, 两个香巴佬, 你们看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爷爷我是谁? 老子告诉你们, 你们两个香巴佬可听好了, 魔都丁家你们听说过没有? 我就是魔都丁家的人, 我哥哥就是魔都丁家的家主丁盛, 我是他的兄弟丁强,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滚吧。 阿虎坐在那里冷冷地看了丁强一眼, 他冷冷地说道, 老子不管你是什么丁家的人, 我们先坐到这个隔断里的, 我们凭什么要让给你们? 再说了, 这里那么多的隔断, 你怎么不去抢他们的? 丁强站在那里, 看着阿虎冷笑道, 说你小子是香巴佬, 你还不承认, 我丁强天天来往星塔打游戏, 那些人我都认识, 我自然不好抢他们的位置, 你们两个香巴佬一看就是外地来的, 我又不认识你们, 你们赶紧给我滚蛋, 这里可是魔都, 你们要是不听话的话, 老子直接砸断你们的狗腿, 我听了丁强的话, 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的冷笑, 他妈的, 老子正愁见不到望星楼的新主呢, 你这个傻逼, 竟然还敢过来找我的? 凡, 丁强, 魔都丁家家主的弟弟, 必得, 昨天夏东山专门给我说过, 魔都三大家族, 丁家, 吴家和林家联手搞的夏东山, 老子没有去找你们的, 凡也就算了, 你们竟然今天还敢来找我的, 凡, 你小子简直是找死, 丁强站在那里看了我和阿虎一眼, 他看阿虎高高撞撞的, 他想了一下,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骂道, 你是傻逼还是笼子, 你难道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我让你们赶紧滚蛋, 要不然, 老子现在就砸断你的狗腿, 我看着丁强笑了笑, 我站起身看着丁强问道, 你叫丁强, 你是丁家家主的弟弟, 丁强看着我满脸得意, 算你小子实相, 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就赶紧给老子把位置让开, 你们去三楼玩玩算了, 今天算你们不走运, 我看了丁强一眼, 我二话没说, 直接起身, 一脚就踹到了丁强的膝盖上, 丁强当时就发出一声惨叫, 他直接就捂着自己的腿坐到了地上, 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大叫道, 我的腿, 我的腿断了, 他妈的, 这小子竟然敢打断我的腿, 你他妈的傻愣着干嘛, 快给我哥打电话, 他就在七楼, 丁强身边的那个人急忙拨通了电话, 也就三分钟的时间, 电梯那里就窜出了一个人, 那个人带了三个手下, 那个人直接就朝这边跑了过来, 他一边跑一边大叫, 毕得, 是谁打伤了我弟弟, 给我站出来, 那个人身材长得很是高大, 他的肩膀很宽, 他的体型很是魁梧, 他身后跟着的那三个人, 身体看起来也很结实, 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高手, 我看着那个人心中暗道, 这个家伙应该就是丁家的家主丁盛了, 丁家搞下家的时候, 丁家也是帮凶之一, 既然我今天在望星塔这里看到了丁盛, 那我就得好好的教训一下这小子,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丁盛淡淡地说道, 你爷爷在这里呢? 丁盛摆了一下手, 他和那三个高手就站到了那里, 他看了我一眼,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丁盛从来不打无名之辈,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丁盛冷冷地笑道, 想知道我的名字, 你还不配? 要我说, 你就是个耸货, 我都把你弟弟的腿给打断了, 你还想在这里跟我套近乎, 你说说, 你是不是耸货? 丁盛双眼一瞪, 他当时就要朝我冲过来, 可是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一个保镖朝我看了两眼, 接着, 那个保镖一把就拉住了丁盛, 他趴到丁盛的耳边, 对丁盛小声地说了几句, 丁盛听了那个保镖的话, 他的脸上, 马上就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站在那里,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妈的, 你个装逼犯, 老子还以为你是谁呢? 原来你就是下雪的那个香巴佬同学, 嘞, 你这小子的敌, 我们早就摸过了,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香巴佬而已, 你这小子无根无事, 你以前跟着下雪 在江海县那边开饭店,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 靠着下家那棵大树而已, 现在下家那棵大树都倒了, 你小子还在这里狂什么狂, 我听说你到了魔都,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你, 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在这碰上了你, 看来真是老天给我机会, 要让我来收拾你啊。 丁盛说完那句话, 他转身看着阿虎说道, 阿虎, 你是华东刘家的人, 这是我跟, 雷之间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跟, 雷是什么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插手这件事, 我要和。 雷单挑。 阿虎听了丁盛的话, 他坐在那里都快笑起来了, 他强忍着笑意看着丁盛说道, 好, 我坐在这里不动, 你和, 雷单挑。 丁盛见阿虎坐在那里没有动, 他彻底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他刚才已经听保镖说了, 这个, 雷就是下雪的那个土包子男友, 他是跟着阿虎进的望星塔, 只要阿虎不动, 丁盛相信自己能把这个香巴佬狠狠地揍一顿。 丁盛自幼酷爱习武, 他从小就去泰国和巴西等地学习格斗术, 他的格斗术在魔都这里也是小有名气。 丁强坐在地上哀嚎道, 哥, 我的腿都断了, 你要替我报仇啊。 丁盛看了丁强一眼, 他没有再说话, 他突然就朝我冲了过来, 丁盛的动作很快, 他很快就冲到了我的跟前, 接着, 他的一记高边腿 就朝我脑门这边扫了过来。 丁盛自认为他的动作很快, 可是他的动作在我眼里慢得就像蜗牛一样。 这小子自认为自己功夫不错, 可是他也就是刚进初级的水平, 他要是跟我比起来的话, 那可就差远了。 老子现在是暗进高级的舞者, 我比丁盛高了五个级别, 他的动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孩童的动作一样, 我身子朝后一腿, 然后左手直接就抓住了丁盛的脚踝, 我的身子一带, 丁盛就被我给带飞了起来。 我的手把丁盛在空中抡了一圈, 然后就把丁盛给扔了出去。 丁盛的身子被我扔到了二十米开外, 他直接就被我给扔到了地上, 丁盛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接着, 丁盛半天都没有起来。 丁盛的那三个保镖见丁盛被扔了出去, 他们对视了一眼, 接着, 马上就把我给包围了起来。 我站在那里揉了揉鼻子, 看着他们淡淡地一笑, 你们三个也真是的, 刚才就应该一块上吗? 这样还得让我再扔第二次。 就在这时, 电梯门那里开了, 一群人走了出来, 附近的人看着走出电梯的那个人, 附近的人都低声说道, 孟三爷来了, 这下可有热闹桥了。 孟三爷可是望星塔的管事, 望星塔里除了星主之外, 就是孟三爷最大, 孟三爷亲自出面, 这可是对他们很不满意啊。 你小子竟说废话, 望星塔里的规矩是什么? 望星塔里不允许任何人打架, 可是那个香巴佬竟然一下打了这么多人, 他打断了丁家家主弟弟的腿, 他还把丁家的家主给扔了出去, 这下那个香巴佬要有大, 烦了。 孟三爷带着一群人走到了我的面前, 这时, 丁圣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急忙站到了那里, 他有些紧张地看着孟三爷, 孟三爷站在那里冷冷地看了丁圣一眼, 丁圣, 望星塔的规矩是什么? 丁圣看了孟三爷一眼, 他站在那里很想狡辩, 可是他却没敢有任何的狡辩, 他轻叹了口气, 任何人都不能在望星塔动手, 这就是望星塔的规矩。 孟三爷冷冷地看了丁圣一眼, 好你还知道望星塔的规矩, 念在你态度不错, 我就从轻对你处罚, 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望星塔了, 你们丁家的会费全部充公, 以后永远不得进入望星塔。 丁圣看了孟三爷一眼, 他很想出声反驳, 可是他想了一下, 站在那里没有吭声。 他朝我看了一眼, 丁圣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老子都被逐出了望星塔,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香巴佬会受到什么惩罚, 搞不好。 华东刘家都会受到你的连累。 孟三爷站在那里朝我看了一眼, 他马上满脸堆笑地朝我跑了过来, 磊哥, 您也真是的, 您来到了望星塔, 也不提前给我们说一声, 您怎么能待在四楼这种地方呢, 您赶紧跟我上九楼, 那才是您该带的地。 孟三爷的态度, 让附近所有的人都惊待了, 那些人都张大着嘴站在那里, 这还是平时那个霸道冷酷的孟三爷吗? 孟三爷不管什么时候在望星楼出现, 他都板着那张臭脸, 好像别人欠了他五百两银子似的, 今天这太阳竟然从西边出来了。 众人看着孟三爷那满脸的笑容, 都在那里不停地摇头, 不可思议,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丁盛站在那里看了孟三爷一眼, 他站在那里抗议道, 孟三爷, 我不服这个香巴佬, 打断了我兄弟的腿, 他也破坏了望星楼的规矩, 您怎么不把他给赶出去? 孟三爷冷冷地看了丁盛一眼, 丁盛, 你不服是吧你, 不服也没用。 这是星主的决定, 你要是有什么想说的, 自己找星主说去。 还有, 你已经被取消了望星塔的资格, 你现在赶紧离开望星塔, 要不然的话, 出什么事情可就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了。 丁盛站在那里看了孟三爷一眼, 他虽然很想发火, 可是他却不敢发火, 他站在那里狠狠地咬了咬牙, 他把手一挥, 带着那几个保镖和弟弟丁强离开了望星塔。 我站在那里看了孟三爷一眼,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孟三爷淡淡地说道, 那个孟三, 这是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没错这是绝对不会有错, 孟三爷看着我不停地笑道, 星主亲自对我说的, 怎么会有错星主说了, 让我现在就带您去酒楼, 其他的事情我也不能给您说那么多。 星主说了, 您只要到了酒楼, 那马上就明白了星主跟您那可是老朋友了。 孟三爷说完, 他用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磊哥, 请吧。 孟三爷做这首饰的时候, 孟三爷身后跟的那些人也都一个个笑呵呵地看着我, 他们脸上露出的那种笑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 我站在那里, 当时就有些发愣,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虎走到我身边, 看着我低声说道, 磊哥, 你就别犹豫了, 咱们现在就上去看看, 看这样子, 应该是星主派他们下来接你的。 真没想到, 磊哥你竟然跟星主也认识。 我听了阿虎的话, 很湿头疼, 老子好久没有来魔都这边了, 老子怎么会认识星主, 这肯定是个误会。 不过我也没有解释那么多, 我正愁没有路子见到星主, 既然现在能看到星主, 那真是太好了, 我朝阿虎摆了一下手, 然后我们就朝电梯那里走去。 梦三爷一直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我们几个进入电梯之后, 梦三爷用手中的卡刷了一下, 接着, 他按了一下酒楼, 电梯的速度很快, 没一会, 电梯就停在了酒楼。 酒楼跟下面的楼层完全不同, 酒楼看起来, 有点像一个安静的图书馆, 酒楼上面分成了三块区域, 左边那块区域是电脑区, 那里靠墙摆放着几台超级电脑, 那几台超级电脑跟墙一样高, 每台超级电脑都占了很大的地方, 右边那块区域分成了两个大的隔断, 每个隔断里都有十来个座位, 里面有几个人正在那里玩电脑, 除了这两块区域之外, 酒楼的最中间有一个高大的环形岛, 那个环形岛的面积很大, 那上面摆放了很多沙发和茶几, 茶几上摆放着很多新鲜的水果和点心, 环形岛的中间有一张大床, 那张大床上面躺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的身边围了很多美女, 那些美女有的在给那个男人捏腿, 有的在给那个男人捶背, 我看着那个男人心中暗倒, 这个新主还真他妈的会享受, 孟三爷带着我们朝环形岛走去, 他走到那个男人的面前恭敬地说道, 新主,磊哥来了, 新主抬手朝他们挥了一下, 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我要单独跟磊哥聊聊, 孟三爷拍了一下手, 他带着那些美女就朝远处走去, 我站在那里听着新主的声音, 那一回, 我傻站在那里, 新主的声音是这么的熟悉, 难道新主竟然是他他, 怎么会来到了魔都他怎么又变成了新主? 新主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快速地冲到了我的面前, 他看着我哈哈大笑道, 磊哥,看到我你意不意外开不开心, 我站在那里看着新主, 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我看着他轻叹了一口气, 阿兴, 你个小兔崽子既然没事, 为什么一直不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那么血腥, 我还以为你小子, 那个新主竟然是我的兄弟小偷阿兴, 阿兴在江海县的时候, 受到了四个杀手的袭击, 那四个杀手死在了阿兴租住的房子里, 可是整个江海县却没有看到阿兴, 我担心阿兴会出事, 专门找陈秃子调取了江海县的监控, 后来我在长途汽车站的监控那里看到了阿兴, 阿兴当时似乎受了重伤, 一个穿黑风衣戴黑帽子的老江湖, 把阿兴给救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和阿兴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 我也没有想到, 阿兴竟然是望兴塔的新主, 我站在那里看着阿兴很是激动, 阿兴, 你小子真贪娘的你, 是不是在望兴塔这里混成了大爷, 所以就不想去江海县那里找我了, 阿兴看着我笑嘻嘻地说道, 磊哥, 你看你说的这话, 不管在什么地方, 我阿兴都是你的兄弟, 如果没有磊哥你的话, 我阿兴也不会有今天, 阿兴说这话的时候, 他看着我不停地笑, 能看出来, 阿兴这小子看到我很开心, 阿兴笑的时候, 他脸上的好几道伤疤在那里不停地抽搐, 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恐怖, 我看着阿兴心疼地问道, 阿兴, 你脸上的伤, 阿兴摸了摸脸上的伤疤, 他看着我说道, 磊哥, 这还是江海那次事情留下来的, 其实现在科学那么发达, 我随便整一下这些伤疤就没有了, 不过我的仇还没有报, 所以, 我要用这些伤疤提醒我自己, 不要忘了别人还欠我一笔账, 我听了阿兴的话, 心里当时就怒了, 我看着阿兴说道, 阿兴, 那些杀手不是林九找来的妈他妈的, 既然现在你没有事, 那咱们直接把林九给干掉就行了, 阿兴看着我轻叹了一口气, 磊哥, 摩都这边的水很深, 林九只是水面上的一个小浮瓶而已, 真正的黑手藏得很深, 我既然要搞, 就要把林九后面的人给挖出来, 我听了阿兴的话, 不禁又想到了胡惠的话, 胡惠当时也说, 摩都这里有一股地下势力, 那股地下势力对华夏很不友好, 我看着阿兴问道, 阿兴, 当时你是怎么离开江海县的, 你又是怎么混成星主的, 阿兴看着我笑了笑, 磊哥, 这是要说起来的话, 那咱俩可得坐着慢慢聊了, 我一点一点给你说, 我朝阿虎摆了一下手势, 我和阿虎都坐到了沙发上, 阿兴也坐到了我俩的对面, 我看着阿兴说道, 阿兴, 你快说吧,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混成星主的, 阿兴从茶几上拿起一包香烟, 他扔给了阿虎一根, 接着又扔给我了一根, 我接过那根香烟, 阿兴拿起打火机给我点着香烟, 阿兴自己也点上了一根香烟, 阿兴吸了一口香烟, 他看着我轻叹了一口气, 磊哥, 有时候想想那些事情, 真的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个梦啊, 我看着阿兴说道, 你小子他妈的别废话, 赶紧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你也知道的, 我以前是干小偷小摸出身, 虽然我跟了你之后, 你一直教育我不要偷东西, 但是偷东西, 这是我的习惯, 我不偷东西的话, 手牢痒痒的, 你后来让我单独出来搞鹰眼, 我有时候手痒就去偷点东西回来, 不过我偷的东西都不多, 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我纯粹就是为了过过瘾, 那块地皮的事情被我给搞出了岔子, 我差点害了你, 所以当时我心里很郁闷, 我就顺走了一个黑风衣的钱包, 那个穿着黑风衣的人戴着一个黑帽子, 那家伙非常警觉, 我刚偷走他的东西, 就被他给察觉了, 他在后面一直追我, 我差点被他给抓到, 可是江海那里是咱的地盘, 我绕了几个胡同, 就把黑风衣给甩掉了, 我悄悄地回到了我租住的屋子里, 可是我没有想到, 那里面竟然躲了四个杀手, 那四个杀手当时就准备对我动手, 然后我找机会用我的刀片干掉了三个杀手, 那些杀手非常厉害, 我当时也身受重伤, 最后一个杀手眼看就要把我给干掉了, 那个黑风衣突然出现, 那个黑风衣的手里拿了一把菜刀, 那把菜刀只是晃了一下, 最后一个杀手就死了, 那个黑风衣的菜刀确实太快了, 我本以为我也要死在那把菜刀下, 可是那个黑风衣看着我却笑了起来, 他告诉我, 我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那里等死, 另一个就是当他的徒弟, 我当时想都没想, 就直接喊他师父, 再然后, 他就带我去了伊仙谷, 我身上的伤势虽然很重, 可是伊仙谷的吕一命把我给救了过来, 再后来, 我师父带我来了摩都, 这个地方以前不叫望星塔, 我接手了这个地方之后, 就把这个地方改成了望星塔, 我没有想到事情竟然这么复杂, 我看着阿兴问道, 阿兴, 那你师父呢? 阿兴看着我笑道, 我师父早就满世界游玩去了, 其实这个地方是个苦差事, 一天到晚的都得在这附近待着, 想去外面也去不成, 这个望星塔跟燕京那边的军区都有联系, 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是华夏的黑客联盟所在地, 实际上, 军区那边会把一些项目包给我们, 有时候, 我们会入侵到其他国家的系统里面, 找寻军区需要的资料和信息, 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下, 我看着阿兴说道, 阿兴, 你小子也不是外人, 我就不给你说废话了, 我今天来望星塔, 就是来找你帮忙的, 我想让你把鬼影杀手的老巢给挖出来, 阿兴听了我的话, 他看着我问道, 磊哥, 你跟鬼影杀手有过节? 我看着阿兴说道, 深仇大恨, 你应该知道下家的事情, 鬼影杀手跟庄老哥的死有关, 我要替庄老哥报仇, 我要灭了鬼影杀手, 阿兴坐在那里想了一下, 他看着我说道, 这是有点难搞, 不过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 你等一下, 我喊个高手上来, 阿兴拿起了旁边的布画机, 他对着布画机骂道, 鉴于, 你小子又他妈的, 在几楼鬼混呢? 赶紧他妈的, 给老子滚到九层, 我找你有急事, 一个男人在布画机那头, 打着哈欠说道, 老大, 我这才刚开始, 你能不能让别人去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阿兴对着布画机骂道, 鉴于, 你要是三十秒之内, 还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你就不用来了, 你可以直接滚了, 旺星塔, 以后就没你这个人了, 那个男人急忙说道, 别啊, 大哥, 我现在马上上去还不成, 阿兴把布画机扔到了茶几上,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磊哥, 你放心, 这小子是个电脑高手, 虽然鬼影杀手的基地很难查, 但是这小子应该能搞定的, 我听了阿兴的话, 看着阿兴点了点头, 行, 这事就交给你了, 阿兴看着我问道, 磊哥, 学姐家里出事了, 学姐, 他还好吧, 我轻叹了口气, 下雪最近压力也比较大, 有时候我想劝劝他,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阿兴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磊哥, 下家准备出事的事情, 其实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不过当时我考虑了一下, 要是我动用旺星塔力量的话, 容易暴露了我的身份, 那样就容易打草惊蛇, 对后面的事情就很不利了, 我看着阿兴说道, 没事, 这是我自己能搞定的, 这时, 电梯那里响了一声, 接着, 一个穿着大裤衩子的男人, 从电梯里快速地冲了出来, 那家伙光着身体, 他只穿了一条裤衩, 他的裤衩上, 还有一些白糊糊的液体, 那些液体看起来有些恶心, 这家伙的脚上, 穿了两只不同的拖鞋, 他左脚是一个男人的拖鞋, 右脚则是一个女人的拖鞋, 那家伙飞快地跑到了阿兴的面前, 他看着阿兴不停地说道, 老大, 老大, 我可没有迟到, 28秒, 我28秒就赶到了,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这个就是剑鱼, 他可是华夏最出名的黑客, 他曾经制造了著名的磕头烧香病毒, 后来这小子在里面蹲了一段时间, 我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把这小子从里面给弄出来的, 剑鱼, 这是磊哥, 他可是我的大哥, 他需要你帮他找点东西, 剑鱼急忙看着我伸出了手, 磊哥大哥大好, 我本来准备跟剑鱼握手的, 可是我闻到剑鱼的手上似乎有一股猩猩的味道, 那股味道闻起来有些刺鼻, 我朝剑鱼大裤衩子那里又扫了一眼, 我看着剑鱼笑了笑, 把手收了回来, 剑鱼看我朝他裤衩上看去, 他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自己裤衩上那团白糊糊的东西,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 我看着剑鱼说道, 剑鱼, 我需要你帮我把鬼影杀手的老巢给找出来, 鬼影杀手的老巢应该在华东, 但是具体地方我不清楚, 剑鱼听了我的话, 他站在那里有些为难地说道, 磊哥, 鬼影杀手可是华夏最神秘的杀手组织之一, 那些杀手都是神出鬼没, 要想找到他们的老窝那可不容易啊, 我还没有说话, 阿兴已经看着剑鱼骂了起来, 你小子敬他马得废话, 要是那个地方好找, 老子还用喊你亲自上来, 老子随便叫一个人, 就把这事给办了, 你他马得别废话,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你赶紧把鬼影杀手的老窝给挖出来, 阿兴说完那话, 他直接拿起桌子上的手表, 他看着剑鱼说道,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秒, 你还有九分五十五秒, 剑鱼见阿兴直接就开始掐表了, 他再也不敢在那里犹豫, 他直接转身就朝附近的大隔断跑去, 他飞快地坐到一台电脑的前面, 他的双手在那里开始不停地敲击键盘, 剑鱼敲击了那台电脑一会, 他脚下用力一蹬, 电脑椅就滑到了旁边的一台电脑旁, 他在那里又开始快速地敲打起了另一台电脑,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咱们过去瞧瞧, 看看剑鱼这小子几分钟内能找到鬼影杀手的老窝, 紧紧跟在我俩的身后, 我们走到了剑鱼那里, 只见剑鱼两手的手指正在那里, 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 剑鱼的手指就像一个演奏家一样, 他的手指敲击键盘的速度非常的快, 阿兴看着剑鱼问道, 剑鱼,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头绪, 剑鱼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回应着阿兴, 老大, 我正在搞, 我先把最近几年鬼影杀手行动的时间和地点都统计出来, 阿兴看了一下手表, 他站在那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剑鱼, 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我怎么觉得你的状态似乎不太兴奋啊, 这样吧, 我给你加点兴奋剂, 阿兴拍了一下手, 接着, 就从附近走过来了几个火辣的美女, 那几个美女都是前凸后翘, 身材非常的火辣, 那几个美女穿着比基尼, 他们走到阿兴的面前, 看着阿兴问道, 请问星主有什么吩咐? 阿兴随手指了两个美女, 他看着那两个美女说道, 你们两个, 快去给剑鱼提提神, 让剑鱼好好地开动一下他的大脑, 我现在需要他给我找东西, 那两个美女看着阿兴点头说道, 星主, 我们明白了, 我朝那两个美女看去, 发现那两个美女不光身材火辣, 他俩还都长得很是性感, 尤其是他俩的嘴唇, 他俩的嘴唇都是那种肉嘟嘟的嘴唇, 看起来让人非常的有想法, 其他的美女给阿兴行了一个礼, 然后转身就走了, 那两个美女直接就朝剑鱼那里走去, 剑鱼正在那里拼命地敲打着键盘, 那两个美女直接就跪到了剑鱼的面前, 剑鱼脸上的肌肉突然抽搐了一下, 接着,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激动, 可是他却要在那里拼命地控制自己, 他的身体给他带来一阵阵的快感, 可是他的两手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他在那里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我看着那一幕情景, 心里不禁暗倒, 阿兴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变得多了, 他竟然能想出用这样的方法来刺激剑鱼, 阿兴看着我笑道, 磊哥, 这叫头起所好, 剑鱼这小子出了名的好色, 他看到美女就走不动路, 我这也是给他增加点灵感, 我看着阿兴问道, 阿兴, 鬼影杀手的老窝很难找, 剑鱼会不会?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你放心, 既然今天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那我肯定会把鬼影杀手的老窝给挖出来的, 磊哥, 你先别急, 我们等几分钟看看再说, 我听了阿兴的话, 站在那里看着阿兴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剑鱼仍然在那里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那两个美女也在那里不停地忙碌着, 剑鱼时不时地会倒吸一口凉气, 看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很是舒服, 阿兴看了看手表, 他站在那里有些不耐烦了, 他对着剑鱼说道, 剑鱼, 已经过去七分钟了, 我看你小子最近真是日子过得太爽了, 老子得给你再加点压力才行, 阿兴说完, 转身就朝附近的茶几走去, 没一会, 他就走了回来, 他的手里拿了一把黑色的手枪, 他站在那里, 看着剑鱼说道, 剑鱼, 现在已经过去八分钟了, 我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还找不到鬼影杀手的老窝, 那我要你也没什么用, 你应该知道, 我这里从来不养废人的, 阿兴说完那话, 他的脸直接就拉了下来, 他把手里的枪直接对准了剑鱼的脑门, 剑鱼看了那把枪一眼, 他额头上的冷汗马上就下来了, 他在那里不停地说道, 老大, 你别你千万别, 我马上就搞定了, 我马上就搞定了, 阿兴没有搭理剑鱼,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眼手表, 剑鱼, 你还有十秒, 九, 八十七, 阿兴刚数到五的时候, 剑鱼已经大叫一声, 他在那里狠狠地敲打了一下键盘, 搞定我找到了, 接着, 剑鱼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他的整个人也似乎突然没了力气似的, 接着, 那两个火辣女郎都站起了身子, 他们两个看着剑鱼笑了笑, 然后转身抿着嘴就走了, 那两个女郎的脸上似乎多了一些亮晶晶的液体, 阿兴看着剑鱼骂道, 你小子, 真他妈的行, 剑鱼站起身, 他看着阿兴尴尬地笑了笑, 老大, 这事也不能怪我, 您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 我不快点, 那能行吗? 阿兴看着剑鱼说道, 行了, 你小子别他妈的, 驴耍, 气巴笔直, 沐贤逊降字鱼魔, 这时, 旁边的打印机在那里不停地响了起来, 剑鱼把旁边打印的那张纸拿了出来, 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阿兴, 老大, 这就是我根据电脑筛选出来的地点, 总共有五个地方, 这个鬼影杀手肯定在其中的一个地方, 我朝那张纸上扫了一眼, 发现那张纸上写了一些地址的名字, 我看着剑鱼祈祷, 剑鱼, 你怎么能肯定, 鬼影杀手的老窝肯定在这五个地方? 剑鱼站在那里, 胸有成竹地说道, 雷割大割大, 我先用电脑统计了鬼影杀手这些年参与的所有暗杀事件, 我把那些暗杀事件的时间先统计了出来, 然后我接通了米国的卫星跟踪系统, 我把那些暗杀时间前后15天, 华东省人流变化数据有异常的地方都给找了出来, 因为鬼影杀手在进行暗杀的时候, 他们肯定要和自己的同伙进行联系, 一些鬼影杀手的高层也要见面, 而鬼影杀手的老巢肯定非常的隐蔽, 平时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出入, 所以, 暗杀事件的前后15天, 他们的老巢肯定要比平常来往的人多, 鬼影杀手的老窝一直在华东, 所以, 我只需要进入米国的数据库,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鬼影杀手在华夏这里横行了那么多年, 他们搞了很多暗杀事件, 我把这些数据一统计, 就在华东这里得到了五个地点, 这五个地点的人口流动数据都跟平时的人口流动数据不同, 所以, 鬼影杀手的老窝肯定就在其中的一个地方。 阿兴听了剑鱼的话, 他在那里点头说道, 磊哥, 剑鱼说的有道理, 鬼影杀手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 所以, 鬼影杀手的老窝肯定非常隐蔽, 平时不会有太多的人出入。 鬼影杀手为了行动成功, 他们肯定会在暗杀前后进行碰头, 然后讨论暗杀计划, 所以, 鬼影杀手的老窝出入的人肯定会比平时多很多。 磊哥, 这是剑鱼找出来的地方, 你先看看。 我接过阿兴递给我的那张纸, 只见上面写了五个地址, 那五个地址都不一样, 有的地址是仓库, 有的地址是加油站, 还有海鲜批发市场和纺织品工厂。 最后一个地方竟然是个教堂。 我看着那张纸上的地址很湿头疼, 他妈的, 这里有五个地方, 鬼影杀手的老巢到底在哪呢?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既然有了这些地方, 那下一步就好办多了, 你可以自己先去那些地方找找, 也许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点, 省得打草惊蛇, 万一鬼影杀手提前得到了消息, 他们悄悄地挪了老窝, 那可就不好了。 我拍了拍阿兴的肩膀, 阿兴, 今天的事情就先谢谢你了, 那我先回去了, 回头有事我再来找你。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您这是什么话? 咱俩是兄弟, 你跟我说, 这些干嘛我现在不方便出面, 主要是为了搞林九后面的那条大鱼, 要不然的话, 我早就把林九那小子给灭了。 我看着阿兴说道, 行了,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阿兴看着我说道, 磊哥, 我送你下去。 我们三个人走进了电梯, 阿兴把我送到了楼下, 我朝阿兴摆了摆手, 然后就朝停车场那里走去。 我跟阿虎刚走到停车场那里, 就听到一阵汽车的响声, 接着, 一辆奔驰商务车停到了我的面前, 商务车的车窗自动滑了下来,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商务车里传了出来, 黄磊, 上车我要跟你聊两句。 我听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当时就一待, 她怎么也来到了摩都。 那个女人竟然是桃园山庄的女老板李逍遥, 我站在那里看着李逍遥问道, 李逍遥, 你怎么也来摩都了。 李逍遥的脸上仍然戴着黑色的面纱, 她坐在车里看着我说道, 黄磊, 你让阿虎先回去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站在那里想了一下, 然后对阿虎说道, 阿虎,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 我跟李庄主出去一趟, 一会就回别墅了。 桃园山庄和华东刘家在华东这里都非常的出名, 阿虎看了李逍遥一眼, 然后看着我说道, 磊哥, 那我先回去了, 有事你打电话。 阿虎钻进了越野车里, 他轰了一脚油门, 越野车很快就开走了, 我钻进了奔驰商务车里, 我看着李逍遥问道, 李逍遥, 你准备带我去哪? 李逍遥的两眼跳过一丝凝重的神色, 黄磊, 你别问那么多, 一会你就知道了。 李逍遥升起了车窗, 奔驰商务车平稳地朝前开去, 整个车厢里都充斥着李逍遥身上香水的味道, 我闻着汽车里的香水味道。 那一会, 我体内突然升起了一股邪火, 那股邪火让我丹田那里很热, 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我咽了一口吐沫, 想把身上的那股邪火给压下去。 可是李逍遥的那股香水味道似乎有些特别, 那股香味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不行, 这种感觉让我太不爽了, 我得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星号星号, 我坐在那里心中暗倒。 我来魔都这里已经有几天了, 可是李逍遥一直没有出现过。 我刚拿到鬼影杀手老巢的地址, 李逍遥就在望星塔外出现了。 难道李逍遥也是冲着鬼影杀手来的?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李逍遥淡淡地说道, 李逍遥, 你跟鬼影杀手也有过节。 李逍遥听了我的话, 她坐在那里, 当时就惊了一下, 她的眼中跳过一丝惊讶, 黄磊, 你确实厉害, 怪不得你能活到现在, 你的脑子确实转得挺快。 黄磊, 我也不瞒你我知道你手里有鬼影杀手老巢的地址, 我要跟你一起去鬼影杀手的老巢, 我有笔账要跟他们算一算。 我听了李逍遥的话, 心中暗倒, 李逍遥的消息真是太厉害了, 鉴于在几分钟前刚找到鬼影杀手的老巢, 这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李逍遥就收到了消息, 看来, 望星塔里也有李逍遥的人。 李逍遥看了我一眼, 她似乎猜到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她坐在那里看着我解释道, 黄磊, 你应该知道, 我开的有桃园山庄, 逍遥会所和逍遥查宣。 我的这些地方都是服务场所, 需要有人去那里服侍客人。 所以, 我在很早以前, 就培养了很多女人。 我的那些女人都很有姿色, 她们的自身素质也都非常的高。 男人往往在美丽的女人面前没有什么秘密。 我听了李逍遥的话, 心中暗叫厉害, 麻痹的, 这个李逍遥确实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 如果她的手里掌握了大量美丽的女人, 那可以说, 不光是魔都这边, 就算华夏这边的很多消息, 她都会马上知道。 我看着李逍遥问道, 李逍遥, 你为什么要找鬼影杀手? 李逍遥的眼中, 跳过一丝杀意, 黄磊, 一会你就知道了。 那一会, 李逍遥的身上, 跳出了一股强烈的杀意, 我看着李逍遥心中暗倒。 看来李逍遥跟鬼影杀手之间, 也有深仇大恨, 要不然, 李逍遥不可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生气。 我揉了揉鼻子没有说话, 奔驰商务车快速地朝前开去, 我和李逍遥都没有再说话。 我的心里很是好奇, 李逍遥到底会带我去什么地方? 商务车朝前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车子就停到了一座建筑物的前面, 李逍遥看着我说道, 黄磊, 下车, 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我听了李逍遥的话, 推开车门就下了车, 李逍遥提着一个笔记本也下了车, 接着, 她带着我就朝那幢建筑走去。 那幢建筑是壮古色古香的建筑, 那幢建筑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建筑, 那幢建筑也是有些年头了, 李逍遥从身上掏出一把钥匙, 她打开了院门, 然后带我走了进去。 我跟着李逍遥走进了那个院子, 只见院子里到处都铺着鹅卵石, 院子里还有一幢两层的老屋, 不过整个院子里到处都是落叶, 看样子这个院子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 我看着李逍遥问道, 李逍遥, 这个地方是。 李逍遥的脸马上严肃了起来, 她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私人地方。 不过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能来, 你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地方的男人。 那一会, 李逍遥的话让我听起来觉得怪怪的, 不过我也没有问那么多。 我跟在李逍遥的身后就朝那幢老屋走去。 李逍遥走到老屋那里之后, 她用钥匙打开屋门就带我走了进去, 那个老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 我走进去之后, 眼睛适应了一会才看清楚屋里的情况。 屋里只有几把古旧的椅子, 那个屋里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李逍遥看着我轻叹了口气, 黄磊, 你看看墙上那幅画就明白了。 我听了李逍遥的话, 心里很是奇怪, 我坐在那里, 就朝墙上的那幅画看去。 只见墙上挂了一个人的画像, 那幅画像应该挂在屋里有些年头了, 那幅画像上面到处都是枯黄的痕迹, 那幅画像虽然有些老旧, 但是上面的人像却非常的清晰。 我朝那幅画像看了一眼, 我当时就惊在了那里, 因为那幅画像上画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浑身穿着火红色的衣服, 他身上的衣服非常的鲜艳, 他的衣服看起来就像是从鲜血里侵染出来的。 那个男人的脸上戴了一个四面佛的面具, 那个面具看起来非常的凶, 那个男人虽然只是站在画上, 但是一股凶残的味道却从那幅画里流露了出来。 他妈的, 这不是黑熊说的那个红衣魔鬼吗? 黑熊当时说, 追杀老庄的高手就是这个红衣魔鬼。 不过那个红衣魔鬼刚出现, 就被一个狙击手给吓跑了, 可是那个红衣魔鬼怎么会和李逍遥扯上了关系? 李逍遥站在那里说道, 我的父母就是死在这个红衣魔鬼的手里, 我父亲当时掩护我母亲逃走, 我母亲虽然逃了回来, 但是她也身受重伤, 我母亲在临死前画出了这幅画像。 李逍遥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她似乎想到了她母亲惨死时候的情景, 她站在那里没有再说话。 我轻轻地拍了拍李逍遥的肩膀,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李逍遥的情绪似乎好了很多, 她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黄磊, 我也不瞒你, 我表面上是桃园山庄和逍遥会所的主人, 但是我实际上是黑暗王朝的当家人。 我听了李逍遥的话, 站在那里非常的震惊。 黑暗王朝华夏最牛叉的那个杀手组织黑暗王朝。 我从荒岛到了都市之后, 我遇到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现在也是个江湖通。 华夏这里有一些很牛叉的杀手组织, 其中最有名的杀手组织就是鬼影杀手和黑暗王朝。 我没有想到李逍遥竟然是黑暗王朝的当家人, 怪不得老子第一次在桃园山庄见到她的时候, 就觉得她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 当时我只觉得她身上的杀气非常大, 那一次我还差点被她给干掉。 我虽然心里很是震惊, 但是我站在那里把所有的事情想了一下, 我看着李逍遥问道, 如果你父母是死在这个家伙手里的话, 那么这个红衣魔鬼应该岁数也不小了, 他最起码也应该在五六十岁了。 李逍遥站在那里冷冷地说道, 这个红衣魔鬼在江湖上的名字叫血衣煞神, 他应该也是某个神秘杀手组织里的人。 我听说老庄前段时间的事情了, 我估计当时出现的那个血衣煞神应该是一个年轻人, 那个人应该不是杀我父母的凶手。 但是我不管他是谁, 我父母的这笔账我都要找他去算。 李逍遥说这话的时候, 他浑身又散发出了那种强大的杀气, 我看着李逍遥心中暗道, 李逍遥这个女人还真是挺会装的, 以前我只是觉得他会点功夫, 我从没有想过他会是个武林高手, 可是从他今天散发的强大杀气来看, 他最起码也是个暗境级别的高手。 李逍遥既然是暗境级别的高手, 他又常年在外进行暗杀, 他的攻击力绝对非常的可怕。 我想了一下, 看着李逍遥问道, 李逍遥, 我有点事情不太明白, 既然你的仇人是血衣杀神, 那你为什么要找鬼影杀手? 李逍遥看着我解释道, 我在接管了黑暗王朝之后, 就开始着手调查血衣杀神。 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调查, 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鬼影杀手跟血衣杀神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很多时候, 鬼影杀手是替血衣杀神打前战, 所以我只要搞定了鬼影杀手, 也许就能把血衣杀神给挖出来。 我听了李逍遥的话, 看着李逍遥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对你隐瞒什么了。 这是刚才我在旺星塔内搞到的地址, 这里有五个地点, 这五个地点之中, 肯定有一个是鬼影杀手的老巢, 不过五选一的话就有点难选了。 而且, 我们得尽量地缩小范围, 因为我们去过的地方越多, 越容易引起鬼影杀手的警觉。 李逍遥接过了我递过来的那张打印纸, 他在椅子上打开了笔记本, 他坐在那里对我说道, 我的这个笔记本直接跟卫星连通, 我只要输入这五个地方的地址, 那五个地址的坐标和街景 马上就会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咱俩先看看那些地点的街景再说。 李逍遥说完那话, 他直接就敲打起了键盘, 他一边敲打键盘, 一边在那里不停地念叨, 废旧金属仓库, 江州一号公路加油站, 江海县海险批发市场, 新城纺织品加工厂, 下山镇教堂。 李逍遥敲完键盘之后, 笔记本的显示器上就出现了五个小型的图案, 那些小型的团代表着那五个地方的街景, 李逍遥看着我说道, 黄磊, 咱俩先看看这些地点的街景, 如果觉得哪个地方有异常的话, 我马上就把那个地方的实时街景给调出来, 我朝显示器上扫了一眼, 我仔细地看着那五个图案, 我看着下山镇的那个教堂, 当时就想起来了, 我上次陪叶子齐回叶家祖屋的时候, 就看到过那个教堂,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教堂似乎很眼熟, 好像我在那里见过一样。 他马的, 我越看那个教堂越觉得眼熟, 这个教堂, 我绝对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 李逍遥见我在那里发呆, 他看着我问道, 黄磊,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东西? 我指着那个教堂的图标说道, 李逍遥, 你把这个图标放大, 我老觉得这个教堂很熟悉, 我以前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李逍遥听了我的话, 他在笔记本上敲了一下, 那个教堂的街景马上就全部展现了出来, 只见那个教堂的门口很安静, 那个教堂门口什么人也没有, 那个教堂似乎修建了也有些年头了, 那个教堂看起来有些破旧, 不过那个教堂最上面的十字架, 却看起来非常的崭新, 那个十字架看起来非常的醒目, 我看着那个十字架, 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 不知道怎么的, 我老觉得那个十字架看起来很不带劲, 好像我以前见过那个十字架似的。 李逍遥朝我看了一眼, 他见我半天没有说话, 他轻叹了一口气, 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堂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 除了那个十字架看起来有点特别以外, 这个教堂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教堂。 李逍遥用手敲击了一下键盘, 他把画面切换到了海鲜批发市场那里, 他仔细地看起了那个海鲜批发市场, 我心中突然灵光一现, 我看着李逍遥大声地说道, 快, 快把那个画面切换到教堂, 那个教堂不对劲, 李逍遥看了我一眼, 他直接把画面切换到了教堂那里, 他看着我问道, 黄磊, 这个教堂就是个普通的教堂而已, 哪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看着李逍遥笑道, 李逍遥, 你刚才最后的一句话提醒我了, 你好好看看那个十字架, 你看看那个十字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李逍遥认真看了看教堂上面的十字架, 他坐在那里说道, 这个十字架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啊, 黄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李逍遥问道, 李逍遥, 你还记不记得江半城? 江半城? 李逍遥看着我祈祷, 黄磊, 你怎么现在突然想到了江半城? 江半城以前是江海县的大哥, 他不是早就被人给干掉了? 他都死了快一年了, 你现在提起江半城干嘛?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李逍遥淡淡地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江半城死的时候? 他的手里死死地挪着一张纸条, 李逍遥看着我说道, 我听说过这件事情, 江半城当时死得很是蹊跷, 有人说江半城是被人给干掉的, 他手里挪着的那张纸条就是线索, 可是那张纸条上的图案听说很奇怪, 那个图案当时是一个骷髅头上插了一个草标, 到后来,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看着李逍遥平静地说道, 那个骷髅的头上不是什么草标, 那个骷髅的头上是一个十字, 十字? 李逍遥突然明白了什么四的, 他看着那个教堂上的十字架说道, 黄磊, 你的意思是说? 没错, 没错, 我看着李逍遥笑了起来, 江半城是被鬼影杀手给杀死的, 他死前那个图案就是想告诉我们, 鬼影杀手的老巢就在教堂里面, 李逍遥听了我的话, 他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黄磊, 你说得很有道理, 那咱们现在就去这个教堂看看, 不过咱们去之前得化妆一下, 省得被人给认出来, 四个小时后, 我跟李逍遥出现在了下山镇的教堂附近, 我俩半装成了两个跑江湖的艺人, 李逍遥的手里拿了一个琵琶, 他成了一个村姑模样的艺人, 而我则成了李逍遥的父亲, 我满头白发, 手里拿了一根盲人杖, 我在李逍遥的带领下, 朝教堂那里走去, 李逍遥拉着我走到了教堂的门口, 李逍遥对我说道, 阿爹, 这里有个教堂, 你等一下, 我去问问有没有什么吃的, 我应了一声, 站到了那里, 李逍遥在那里拍打起了教堂的大门, 没意会, 教堂的大门就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打开了教堂的大门, 他看着李逍遥问道, 你有什么事? 李逍遥看着那个男人可怜巴巴地说道, 万能的主啊, 我和我爹走到了这里, 我们一天没有吃饭了, 能不能给我们点吃的? 俺们会弹琵琶, 会唱戏, 那个男人看了李逍遥一眼, 他的眼中飘出一丝憎恶的眼神, 今天不是时候, 等周末的时候再来吧。 那个男人说完就直接关上了大门, 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李逍遥轻叹了口气, 看着我说道, 阿爹, 咱们再去别的地方吧。 李逍遥拉着我, 我俩慢慢地就朝旁边走去, 我俩朝前走了一小会, 就在路边坐了下来, 李逍遥坐在那里看着我问道, 黄磊, 教堂进不去, 咱们现在怎么办? 我看着李逍遥说道, 今天无论如何, 得去教堂里面转转, 明得不行就来按的, 咱们等会从教堂的后面摸进去, 看看教堂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李逍遥看着我说道, 好, 就听你的。 李逍遥站了起来, 他拉着我慢慢地朝前走去, 我俩往前走了有一阵子, 李逍遥看着我说道, 后面没人跟踪, 咱们现在可以绕回去了。 我和李逍遥悄悄地绕到了教堂的后面, 我俩直接都翻墙跳了进去, 教堂里面的面积很大, 有很多屋子, 李逍遥看着我有些着急, 咱们现在去拿找线索。 我看着李逍遥淡淡地说道, 你不是平时挺有主意的吗? 你怎么现在没主意了? 李逍遥看着我急到, 让我杀人我在行, 可是找线索这些事情, 我真的没有把握。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们两个不用再找什么线索了, 你们以后都不会离开这里了。 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那个男人的话音刚落, 教堂的四周突然出现了很多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的脸上 都戴着鬼影面具, 那些黑衣人瞬间就把我和李逍遥给围在了中间。 我朝附近那些鬼影杀手看了一眼, 那些鬼影杀手的人还挺多, 最起码也有几百个人。 我站在那里冷哼了一声, 看来, 我们早就被你们给发现了。 带头的那个男人 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冷笑了一声, 你们两个傻鸟, 刚才还在门口那里装神弄鬼,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我和李逍遥站在那里对视了一眼, 看来李逍遥刚才在教堂门口的时候露出了马脚, 所以这些鬼影杀手有了准备,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 李逍遥看着那个男人问道, 我刚才到底做错了什么, 被你给发现了。 那个男人看着李逍遥笑道, 你就是个傻妞。 那个男人装得倒挺像, 他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似乎很害怕摔倒一样, 我刚开始还以为他真的是个瞎子呢。 至于你, 你的所有装扮都没问题, 你脸上画得也非常像, 不过嘛, 你的手却暴露了你的身份,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走江湖的艺人, 那么你的手要经常干粗活, 你的手肯定会粗糙不堪, 可是你看看你自己的手, 那么白嫩细腻, 一看就知道从小到大没有干过重活, 你的手很明显就是养尊处优的手。 就在这时, 一个尖锐的男人声音响了起来, 怎么回事? 有人来, 咱们这里闹事。 接着, 一个鬼影杀手走了出来, 那个鬼影杀手跟那些普通的杀手有点不同, 他的鬼影面具是金黄色的, 那个鬼影面具看起来就让人觉得他的身份与众不同。 那些鬼影杀手看到那个杀手走了出来, 他们都急忙向他行礼, 属下参见鬼王。 之前的那个男人看着鬼王说道, 骑兵鬼王, 这两个人不知道是神妖鹿子, 竟然摸到了这里, 属下正准备把他俩拿下来问问。 鬼王呕了一声, 他站在那里朝我们看了一眼, 我看着鬼王那瘦弱的身影, 想着他那尖锐的声音, 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人, 他骂的, 真没想到, 他竟然是鬼王。 鬼王那瘦弱的声音,